因为他的表上面有请日本职人 百年的 大概已经做了很多年 几十年的日本的职人师傅 去帮他们画这一块 表 一个表可能就是卖个几十万 50万60万70万80万不等 他这个是在撒粉 所以撒粉是他的关键 一个对画龙点睛的步骤 对画龙点睛的步骤 那所以说希望说今天大家也可以 我们可以在既有的框架底下 去做 我们也欢迎大家等一下 你们可以再多画个花 多画个那个然后再去填 再去把它上 上色 然后做撒粉的动作 就是因为我们 师傅等一下 就是说老师这边等一下会 会给你们有既有的框架下 你们还可以 就是在画 再延伸 这个大概是今天要画的 但是在既有的框架底下 你们还可以再画一些东西 因为会让你 等一下会给你们解释 怎么做 怎么做 但因为希望说今天难得来 做一些比较 属于自己的东西 属于自己的特色 但是不要太复杂 不要太复杂 因为怕你们做不好 或者是说怕你们 最后画不出来 画无不成反类全 对不对 所以 这一块